今天清晨三点多的时候 在国道四号台中台子交流道的路段 发生了一起小货车的自撞车祸 有一辆在运着废铁跟废弃仪器的小货车 突然失控撞上了交流道的护栏 整辆车还向前爆冲 直到撞上了安全岛才停了下来 强大的撞击力导致货车的驾驶是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而沿路上面也散落着货车上面在运的废铁还有仪器 就连交通后置都被撞断了横躺在路面上 后方有一辆小货车行进的时候 还不小心撞上了这些散落物造成车损 而至于详细的事发原因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